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全台湾 尤其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有点多 而且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偏冷 那么明天开始天气会逐渐好转 但是只有明后两天 这个周末的时间 也建议大家可以好地把握 礼拜一下半天开始 又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那么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为什么还是比较凉 比较冷一点 甚至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台湾持续受到 有一些偏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造成这个东北风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长江陆附近 这边是有一个冷高压的中心 那么同时这个冷高压中心后面 还有一些冷空气在逐渐这边堆积 预备在下个礼拜可能就南下了 那么明天开始 这个冷高压中心 就会逐渐往东边移动 所以它的顺序征环流 原本是对我们台湾带的东北风 但是随着它位置的转变 所以东北风逐渐减弱 转成有点偏向偏东风的情况 所以在我们整个西班部地区 都会变成背风色 天气就会比较晴朗稳定 但是东半部还是银风面 虽然水系量是比较少一点的 但是银风面还是因为 有一些地形台深的效应 云量还是会有点偏多 甚至会有一些局部 零星的短阵阵雨 尤其是东北部地区 还是要稍微留意 那么明后两天天气还不错 大家可以好把握 起在一屋之外 那么在礼拜一的下半天的时候 北方的冷高压又要南下了 所以东北风又会增强 下个礼拜一的下半天到礼拜二 银风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又会云量比较偏多 转成比较偏向 有点凉凉冷冷的这种天气形态 那么中南部天气还是持续 都是比较稳定一点 而且预估下个礼拜 可能不只是礼拜一的下半天 这一波到接近礼拜四礼拜五 甚至周末可能还会再有 两波的冷空气 还有东北风南下 所以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在规划行程的时候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在降雨的部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目前南方比较没有 那么多的水气 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南边 原本有一个河湖台风 那么它虽然转变成为 减弱之后 还是有一些水气 在我们台湾上空 再搭配上 有一些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感觉上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但是现在南边的水气 没有了 所以我们台湾附近 虽然受到一些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其实降雨几率 并不算是很高 那么可以看到随着在下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 这个东北风之间增强之后 可能在我们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或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从外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报上面可以看到 明后两天的话 主要是我们东半部影封面 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争雨 礼拜一跟礼拜二的话 也持续都是在我们的东北部地区 跟东半部这些影封面 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温度我们来看一下在明天全南部各地的天气形态 跟这个温度的情况 大致上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 主要是西半部地区 那么东半部的话可能降雨几率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其实都可能是一些局部零星的 飘雨或是小雨的情况 那么西半部的话天气稳定 那是要注意中南部的这个空气品质 细旋浮为例的浓度值可能会稍微偏高 温度的部分的话 西半部低温大约是18到21度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日夜温差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天气稳定之后 这个白天温度上升的幅度就会比较快 比较高一点 白天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5到29度 那么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低温大约是19到21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23到26度左右 主要来五天 我们北部的天气的话可以看到 周末两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礼拜一开始云量会有比较明显的偏多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温度 礼拜天之前还算是温暖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低温大约是19到21度 中午高温稍微回升来到24到25度 礼拜一开始温度又会逐渐往下降 尤其是礼拜二跟礼拜三 可以看到低温会降到就是17到18度 中午高温只有20到23度左右而已 中部的话也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那么是比较没有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 大致上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只有礼拜六可能偶尔云量比较偏多一点 低温大约是19到20度 大约在礼拜一之前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3到25度 那么礼拜二开始低温会降到就17到18度 最主要是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 中午高温大约是20度左右 南部也是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 天气虽然稳定 但是因为辐射冷却比较明显 所以清晨低温会稍微较低 大约是21到22度 那么中午高温大约是25到28度 礼拜二跟礼拜三可能会稍微比较凉一点 那么东半部地区就是降雨几率会比较偏高 因为主要都是在这个封面的影响之下 所以可以看到尤其是礼拜天 这个礼拜一开始之后 降雨几率会比较高 礼拜天之前偶尔是云量比较偏多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云 温度的话在礼拜一之前低温是19到20度 中午高温23到25度 礼拜二开始就变得比较凉 甚至是有点冷 低温27到18度 中午高温大约20度 所以提醒大家 也建议大家明后两天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是短暂的天气回稳的时候 高压已经出海了 所以西半部是比较晴朗 但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东半部的话 偶尔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云 那么预估下一波冷空气来的时间 是在礼拜一的下半天 但是这个周末两天呢 如果要把握好天气出去的话 还是要稍微注意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细悬浮微粒的浓度值 还是会稍微偏高 而会准备我们的主审